人际关系中的五条境点 早明拜早受益条条干货建议点在收藏 一 在人际关系中越是关系近的熟人 越是容易成为你获取财富和成功的阻碍 人性的一大弱点就是见不得别人好 尤其是见不得身边人比自己好 所以你越是想变好 越是想往上爬 熟人就越容易嘲笑你 打击你阻碍你 因为熟人对你足不了解 深知你的底细 这就是熟人的一个可怕之主 因此你要是想获取财富和成功 就尽量远离熟人亲近 能给你带来利益的人 二 人际关系中有两种人不能帮 那就是穷人和懒人 这就是就急不就穷 帮更不帮难得到你 要知道对于穷人和懒人而已 你越是帮他 他越是容易产生依赖心 很容易得寸进尺的难上你 每一天你不帮 他还觉得是你的不对 把你当仇人对他 三 与别人关系再好 也千万不要替别人做决定 哪怕是别人请求你帮他做决定 你也要拒绝 因为这个决定 你若是做好了 他会觉得隐于你们的关系 是你应该的 不一定会感谢你 但你若是没做好 给他造成了损失 他即便嘴上不说 心里也会埋怨你 你们的关系也会因此而产生裂痕 甚至导致直接破裂 四 一个很长时间没有联系的人 突然打你的电话 开口向你借钱 那你最好找借口拒绝的 这是因为他能联系你 这个好久不联系 说明身边亲近的人 都已经戒边了 无法再开口了 这才连你都想找到 你要是借给他 那十有八九 是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 我不要把你的感情和利用 全部寄托在一个人身上 这样你才不会轻易受伤害 永远不要低估人性的论 也不要高估任何一段关系 与人相处一定要注意观察 自己在感情和利益上的投入程度 如果发现投入的过多 就要及时提醒自己 借墨献得太深 否则 沉墨成本太大下 止损